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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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裡就是 全部是靠我自己選擇的 一件字的故事 我希望你 我這樣說 你只好 只好 要相信我 我 我選擇的故事 尤其是 這一類的 是代表 全部一件字裡面的 就是說 故事講到 發瘋 那個 混亂 那個 精神混亂 發瘋 幾乎 全部是女人 這個 已經很有趣 對嗎 這已經很有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偏見 偏重 與兩性 的一方面 這已經很有趣 你們 會不會想到 我們還沒開始 談到故事之前 就是 談到這一點 你們會不會想到原因 你們會不會想到原因 故事如果講到 發瘋事情 都是 都是 發瘋的人 都是女性 你們會不會想到原因 這個 其實有 這裡面 這一個問題 其實 應該 分成 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 當時那個 紅麥柱的 那個 社會 是不是 真的是 發瘋的人 都是女性 對嗎 或者就是 故事裡面 講到 故事要講到 發瘋 就是要 要 以女性為主 如果 先說 就 假設說 這些故事 偏重於女性 是 反映 是 反映 當時的 事實 那 你們會不會想到原因 來解釋 這個很奇怪的 現象 你們說 現在 我們現代住的社會 那個 那個 mental illness 這樣 這樣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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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事情 不會是 不會是 那麼 應該那個 男性 兩性 都 經常有吧 對嗎 我相信 我沒有考 我沒有研究過 這個事情 但是 我相信 是 比較平等的 兩性 之間 也許很 很 很平等的 對吧 說不定 男人 也 也多嘛 說不定 男性 也多 那 如果 假設 那個 那麼 在一件事故事裡 那麼不平等的事情 是 真是 反映 當時的 事情 會有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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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呢 在一種 兩性 地位 權威 很 不公平的 社會 很容易想像 很容易想像 那個 這個 女性 就 就是 像 剛才說 壓力 很重 而且 怎麼說 那個 對待的 對待壓力的 處理 壓力的方法 很少 對嗎 能夠好好的 處理 那種 對嗎 女孩子 我們 我們在 我們讀過的故事 常常見到 女孩子說話 都 很 很難說出 她們一定要 她們做鬼 以後 對嗎 我們 我們經常見到 她們做鬼 女鬼 很 很 很會生氣 很會說話 對嗎 但是 婦女 還在的時候 不太 不太敢說話 尤其那個 生氣 你生氣 整個 放在裡面 你 不讓她出來嗎 對嗎 就 就 對 那個長期 如果長期 這樣子 對 對你那個精神 那個健康 會 會有問題 對嗎 那 OK 這個 我們就是很 很簡單的說 OK 我想 我們 這個 這個提到 兩 兩性 不平等的 原因 就是 和 我們 當時 這方面 情況 和我們今天社會的 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我並不是說今天 也 也 已經完全平等 我 我並不是這樣說 但是 已經好很多 已經 已經 已經接近 對嗎 已經 已經接近 平等 那 另外一種 解釋 另外一種 原因 能不能想到 欸 有沒有可能是 就是女性只要做出一些 比較跟社會 常理不太一樣的行為 就會被歸類為封定 對 很好 我就是想 我就是想這個 不是 不是說 不一定是真正的 一種 精神病 而是 旁邊看的人 因為 女性就 就 不肯 或者 不肯 或者 不會 從事 與 社會 想要 他們做的 方法 而 旁邊的人 就說 欸 你看看這個女人 就發瘋了 這個女人 就發瘋了 第十九 世紀 英國 小說 關於 女性 發瘋 事情 這本書是 一九八零年 出版 是 她題目 她題目是 the mad woman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你們聽聽聽說嗎 有中文翻譯嗎 有中文翻譯嗎 我想應該有的 the mad woman 就是發芳語言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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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頂樓 的意思 就是 樓上 樓上 你 最高一層 不是人家住的地方 是 這個 藏東西的 你放 不要涌 但是不要丟的東西 你就 因為是 因為是 最高 最不方便 而且最熱 那個房間最熱的地方 不是 不是人家住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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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臥房 不是什麼 是你 你 你放 你放 你還沒決定 要 要扔掉的東西 你放在那邊 不好用 不好用 而且那個地方很難 那個進去出來都很難 為什麼 這本書為什麼選擇這樣的書名呢 因為 Victorian literature 就是 英國 Victoria 時代 就是 第十九世紀 的小說 經常提到 女人 女人 發瘋 然後 然後自己家 不知道怎麼辦 就把 就把 就很 很 很殘酷的 把 把女人 放在 鎖 鎖在 裡面 鎖了 就 就讓她 那邊 住 好多年 那當然 更 更 更會發瘋 對嗎 但是 家裡 還沒有 心理 心理學 的時候 對嗎 人家 家裡 就覺得 有這樣一個女人 不管是 妻子還是 女兒 還是什麼 家裡 就覺得 是很 很丟臉的事情 要 不要讓人家知道 不要讓人家知道 所以 就把那個女的 鎖在 鎖在 鎖在那個 人 一半的人 不會 不會見到的 不會見到她的地方 這個 Mad Woman In The Attic 1979年 出版的一本書 就是 以 女性主義 來 研究 十九世紀 小說裡面 提到 婦女 發瘋的事情 是很要緊的一本書 也算是 在歐美 以女性主義 來研究文學的 一本很要緊的 一本那個 學術研究 我想到這個 因為今天 要談 紅麥的 一些故事 我 我自己 都不知道 有沒有人 做過 關於中國文學 關於中國文學 有沒有人 做過 寫過 這類 專門研究 中國文學裡面 女性 發瘋 的事情 如果沒有的話 應該有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 很 應該有的 應該有 但是 因為我們 一件字 就看到很多 很多 我才選了 十個故事 十篇 但是其實 你可以去研究 就是 全部靠一件字 你已經 資料 很多 相當的豐富 相當豐富 那不用說 你如果 從這方面去看 明清 明清戲劇 明清小說 一定也會找到 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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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的資料 那個 《Mad Woman in the Attic》 然後 然後 這個 subtitle 那個小題 是 《Women Writers and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作者是兩個人 Sandra Gilbert G-I-L-B-E-R-T and Susan Garber G-A-R-B-A-R 那 你們已經 已經讀了 讀了這些故事 也已經 你們已經知道 發瘋 這些故事裡面 女性發瘋 和 就像 我剛才提到 和 性欲 或者情欲 常常連在一起 你能不能想 那個 簡單的 想到 原因 解釋為什麼 為什麼 把這兩個 東西 這兩個事情 連在一起 這個 要想 當時社會 對對 婦女的一些 一些 看法 一些態度 女性如果 自己 公開地 說 公開地提到 這些事情 旁邊的人就說 你看看這個女人發瘋了 對嗎 這個女人發瘋 因為是禁忌 因為是禁忌 不可以 不可以 直接提到的 所以這個 這個比較容易 解釋 這個比較容易解釋 這個比較容易解釋 那故事 是告訴我們什麼 這棵書 這個武通書 裡面的什麼 金啊 對嗎 就是 就是 樹 樹木裡的 金 就 引誘那個 那個女孩子 那個姑娘 對吧 然後 她每天 就化妝 就是 有一天的突然間 注意到 對吧 剛好到了 十五歲 有一天 有一天 就是非常偶然的 就是 看到 然後 給這個 書裡面的 書木裡面的 金 就 就 迷了 對嗎 迷住了 然後 然後 之後 天天 打扮 化妝 上樓 就是 人家看 好像是 對著 武通書 說話 談笑 爸爸很不高興 對嗎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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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置之 但是沒有辦法 不少摔 後來就覺得 就決定要把書看掉 女兒聽到 他們願意 他們決定這樣做 就 好痛 連呼 同郎 樹聖 然後 書已經看掉 怪乃爵 對嗎 就是那個 那個事情就完了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民間 在 那個 同俗文化 民間文化 武通書 有浪漫的意義 你們知道為什麼 你們知道為什麼 能不能想到一個原因 武通 武通書有 它 它 象徵著 或者它的暗示 有浪漫的意義 因為武通嘛 就是我們在一起了 武通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一起 我們兩個一起 武通 就是你把 左邊 武通兩個字 你把左邊那個 木字旁 燒掉 那個缺掉 就我們一起的意思 所以民間武通書 民間那個故事 民間那個傳說裡面 武通書有這樣的意義 所以這棵書 在故事裡面 這棵書是五重書 是很很很很合理的 那我們今天讀這類的故事 我們也許怎麼樣來讀 怎麼樣來解釋 因為我們今天不相信 樹木裡面有什麼精神 對嗎 我們都不相信 如果相信 那我就讓你相信 我也不反對 但是我們也許一般的人 不會相信 樹木裡面會有什麼 會有什麼經 會有什麼神 所以因為我們不相信 所以我們不太能接受 這故事告訴我們的事情 對嗎 那我的問題是 我們如果不能接受 不太能接受 因為故事是相信 對嗎 故事是相信 書 武通書 這一棵武通書 真是裡面有什麼東西 對嗎 有什麼東西讓那個 那個姑娘迷住了 那我們不相信的讀者 應該 應該怎麼怎麼 應該怎麼看這故事 是不是他剛到十五歲 對 然後我就是自己沒有講 不是沒有地方找 對 把朋友讓 就是把書讓他們 跟他說出來 對 對 我們今天的人也許就會說 這個故事其實是講到一個非常 非常普遍的事情 就是女孩子到了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就開始對男性有什麼感情 有什麼情欲嗎 對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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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感感感到 那感到興趣嗎 那但是當時不能就是像我們剛說的 是這種事情 尤其是是那麼年輕的女人 你簡直不可以提到 你簡直不可以直接提到 是禁忌禁諱的事情 所以故事或者那邊的人 就是就想提到 就就把它對男性的 把那個女人 把那個姑娘對男性開始 開始剛剛開始 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情欲 就是感到那個性欲的那個事情 就把它轉過來 對嗎 把它轉過來 來交給家裡外面 家裡旁邊的一棵樹木 那如果我們如果就是想像這個故事的原來有什麼事情 而後來有這樣的故事 那很難說 就很難說 說不定那個他鄰居有某一個十八歲的那個男孩 對嗎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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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對他感興趣 但是家裡的人不能不能接受不能承認 有這類的事情 就是說給我們家裡旁邊的五棟樹 迷住了 不能說給那個住在住在對面的那個十八歲的那個男孩 迷住了 這個簡直不能說 對嗎 這個簡直不能說 那我相信是有一個這個這個故事的後面 對嗎 也許有一個有發生發生了什麼什麼事情 也許有的 但是我們現在沒辦法說那個說清楚 你看看是當然是爸爸來 當然是爸爸 爸爸看到女兒這樣這樣也可以說發瘋 這樣的那個這個不是很嚴重的發瘋 這個很容易很容易解決 但是是爸爸來治 是爸爸來治好這個事情 對嗎 這個也很看起來也很對的 如果是那個我假設的 對我們想像那個那個住在兩三家外面的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子 秘密的和這個女的有什麼關係 也是爸爸會 對嗎 也是爸爸會 他如果知道 他就馬上會想辦法把這個關係斷掉 對嗎 對嗎 所以故事裡面 爸爸來 也是也是靠一種那個 violent的那個動作 對嗎 這個這個都都都很合理的 又是講到一個年輕的女孩 對嗎 為世人 那看起來他也許也有十七十八歲 對嗎 因為當時如果到了二十歲 就應該快要結婚 或者已經結婚 對吧 突然間 唯妹 第一行 唯妹所獲 沒有沒有 故事沒有說什麼原因 也沒有說為什麼 這個 妹鬼 妹魔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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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他 後來 每日過五 就是每天下午 他就化妝 擦花 就枕 躺在床上 一兩十乃霧 必酒色珠面 珠面 喜氣盡情然 這故事 是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大膽的說 對嗎 我們 我們很容易想到 對嗎 女性問其故 也不可言 人是無此樂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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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嗎 講的 講的 已經算很 很 很直的 對嗎 道士 百法 置之 反為 坤辱 或發起 引力曰 如 於 某家 婦人往來 道行如此 安德感知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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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鬼 反而罵那個 反而罵那個 道士 對吧 然後 家裡想到辦法 要 要 去找 那個 張 第四行 去找那個 張天使 道士 那 是一種很 很出名的 道士 很出名的道士 在別的故事裡面 也 也會 也會見到 家裡就 就 邀請 張天使 幫忙 然後那個女的 坐在堂上 見兩個黃衣族 來追擊 他起初不願意跟他們走 但是他們 一定要 要帶他走 然後 走到 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 那個女的都不知道是哪裡呢 然後 又遇到誰 做 後來就把他叫做主人 也沒有說故事 也沒有說清楚 到底是 是什麼樣的 鬼王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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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 那 那後來事情就 事情就解決 但是裡面有一個很怪的 細節 有個很怪的東西 他到了那邊 看著 像是 看 算是看了 那個 帝王之類的 對嗎 然後 見到王叔 對嗎 見到王叔 這很奇怪 那個神 那個神 就說 你 你為那個 善妹 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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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除 我已經 知 後來那個女的 突然看到 他 已經 死掉 死掉的 叔叔在那邊 使其王叔為 為美 時日現在停下 遜目招女 事無言 女竟引起事 是 好了 後來他 他 他 故事就說 那個 家人 那天 見到 女兒 就 普地 喻良識 口眼皆必 絕持觀要 事 什麼 嫌 什麼 哀 聚不行 但司體不冷 至其非死也 然後 譜貴雲 幾頭狀 天使主 張天使 判送 東域 東域是 泰山嗎 是泰山 好像是 好像是 是泰山 因為泰山 從早 就 人家 人家 人家說 泰山 有 帝王 住 住那邊 很多 很多人 死之後 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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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山去 他們的魂魂魄 就到 台山去 子氏 女平安 如常 一年而嫁 只憂處子雲 我覺得 這故事裡面 最 最 最莫名其妙的地方 是 他在那個 東域裡面 見到 死掉的叔叔 對嗎 很奇怪 就讓我們很容易想像 這個故事一定後面有 一定後面有故事 對嗎 一定後面有事情 應該說 一定後面有事情 是怎麼樣的事情 我們現在 今天沒辦法弄清楚 對吧 但是 你說很可能 這個叔叔 對嗎 這很可能 原來的那個事情 很可能 那個叔叔做過什麼 後來的人 後來的人都不 都不願意提到的 對嗎 很可能 要不然 他太怪 他這個故事裡面 見到突然間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叔叔 就 秘密的 讓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女的知道 他不願意 他說清楚 清楚 那肯定是 他 他原來的那個事情 肯定是 有 有 有這個叔叔做 做 做了什麼壞事 對嗎 對嗎 而 而不要人家知道 那後來他怎麼 這個原來的 很 很愁的 很難看的事情 後來怎麼樣 變化 成為 這個故事 很難說嗎 我們 我們 我們今天的人 沒辦法 那個 去研究 去 去探討 那個 那個 過程 對吧 但是 我們 只能 從 今天傳下來的 故事 我們 我們就會 就會 猜想 那個原來的事情 也 也 不能說清楚 因為故事 並沒有說 那個 死掉的叔叔 自己 和 和那個女人 做過什麼事情 就是說 她 做美 對嗎 對嗎 那 說不定呢 她 她 這個叔叔做了 是 受 接受人家的錢 而 讓 那個女孩子 去找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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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發現之後 那個 叔叔自殺 還是怎麼樣 怎麼樣 就很難說 但是這個 要 要 承認的是 故事在前面 就一定要 我們知道 這個 這一次 年輕的姑娘 發瘋 是很有 那個 與那個 信譽 是 分不開的 對 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 是分不開 所以她 她 她講的是 在一件事裡 很少見到 那麼直接的 提到 女人的 那個 做愛 的 那個 情欲 這裡就是說 不可能 人是無此樂言 這已經 已經算是很 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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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見到 這類的話 她說 不可言 但是還是說了 不可言 還是 還是說了 還是 還是提到 你這裡面 你 關於這故事 你們 你們還有什麼 什麼想法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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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那最後一句 強調說 她還是 對對對 這很 這個很難 很 很怪嘛 對嗎 就 就表示 我們以為 我們以為 他已經 已經 已經 已經有 已經有了 性交 但是 故事要 要 要我們 知道其實 就是 就是那個女的 是 不是真 真有其事 而是 而是 那個女的 就想像 對嗎 這個好像 是 就是要 就是要 怎麼說 這個 就是要 reassure 這個讀者 你 你 你不要亂想 你不要亂想 這個 這個女的 就是 就是 我不是告訴你 這個女的 就一個人 躺在自己的床上 過了兩個小時 就 就 就出來 其實 都是 就是 就 就 叙述著 要 要告訴我們 到最後 要告訴我們 他其實 都是一種 像做夢一樣的 不是 真的有 過 什麼 什麼 事情 這個女的 也是 是什麼樣的 女人 子婦 對嗎 子婦 子婦 就是 媳婦 對吧 媳婦 那應該是 比較年輕的 但是和其他 我們剛剛 剛剛 討論的 那些故事的 不同處是 這個是 已經做棄子 已經做棄子 對嗎 然後他怎麼 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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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由 普流 中空 寒水可見 子婦 細虧之 飲食得及 貴家及齒卧 不負之人 應該是 一棵樹嘛 樹已經 已經 已經 掉下去 然後 裡面有 裡面是空的 對嗎 因為是空的 就 就 擠水 對嗎 所以 他看到水 就像 看金子一樣 看 看金子 而 而 而發瘋 你們以後要小心 你們以後要小心 如果 看到 看到 看到水 那個 街上的水 你們都要小心 好不好 不要看 哈哈哈哈 那也許是 也許 也許 也許是 樹 樹木 對嗎 也許是樹木 裡面的 什麼精神 表 從那個水 表 就表達 他這個 這個 年輕的 氣質 的 錯誤 是 他不應該 玩 這個 這個 東西 當然他沒想到 這個 裡面的危險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故事的後面 就告訴我們 那個那個後來 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個那個家人 沒辦法 把那個 魔鬼 挪去 對嗎 然後那個 是爸爸嗎 是爸爸 公公 公公 對對對 對對對 那 他就 他就 把那個 東西叫做 神 對嗎 因為要 要 要表達尊敬 對嗎 所以 所以我們 我們 我看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魔鬼 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嗎 對嗎 我們都不知道 是 那棵 留書的 什麼 經 或者 或者真是一個 當地的 什麼 什麼鬼神 什麼神 神明 啊 就 剛好那天 是 在 在 在留書 裡面 OK 那 這個 回去看 這個女的 這個 這個 年輕 婦女 啊 這個年輕 就 就 躺在 床上 不負之人 雖有物 雨雨空中 那我們 應該怎麼 怎麼解釋 這個 這個 不知道應該 把它叫做神 還是叫把它叫做 魔 對嗎 有沒有人見到 沒有 沒有 見不到 故事就說 但是有聲音 對吧 有聲音 他說空中有聲 但是 那如果是 就是 女孩子 躺在的 房間 就有聲音 對嗎 但是 這個 魔肯定是 父女孩子的 身體 對嗎 那 故事沒有說清楚 那個聲音是從 那個女 那個 那個妻子 而出來 但是 很可能 是 對吧 很可能 是 但是 故事沒有說清楚 然後 說到 這個 這個 魔鬼 的 說什麼呢 說到 都很 我覺得 非常的奇怪 先 有 有 兩件很 很不相似的 事情 第一 是 談到 他 像是 做 詩 對嗎 像是做詩 或者 彈 彈詩歌 對嗎 像 像是 他 他就變成一個 poet 對嗎 不只是 是 poet 還是 poet critic 對嗎 他還 還會 批評 人家 人家的 有韵的 詩文 印慮小物 必取笑 旨迪論文談詩 日以中理 這看起來 好像是 那個女人 那個 那個年輕的妻子 突然間 就發瘋 然後 會 會 會 講出一大堆 關於 台詩 對對對 關於詩詞 關於詩詞的 評論 那後來更怪 第二件事情 切有過 這個第四行 切有過 這對主人顯言 這個很清楚 數十里外 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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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说出来 就好像是为人家 为人家那个判断 谁对谁不对 对吗 那这个和刚才 他会批评诗歌 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什么逻辑上的 这个很怪嘛 这两件事情 好像应该是完全 有没有关联呢 我自己看不出什么 任何 任何关联 但是 那只好说 都是和他看东西 就是非常的灵活 非常的聪明 对吗 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都会说的 很奇怪 你们读这个故事 我想问你们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都不能决定 你们读这个故事 故事说他有这个妻子的同一间房子 有声音 你们想象这个声音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声音 男性 你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到处第二行 他说 无企痴汉也 就是中央汉应该是男 应该比较像是男性 这个我也意思也搞不清楚 意思是说 难道我是像你们那么笨蛋的男子呢 对吗 是这个意思吗 我难道是笨蛋吗 我难道是笨蛋 对 我就是这个 对 OK 那这里汉就是也是男人的 也是指男人的 应该是 所以我们要想象这个女的得了这个很怪的病之后 那个声音出来的 当然那个声音和那个女人那个身体是有关系的 但是声音出来的是男性的声音 对吗 然后到后来就变得很幽默 我觉得 就突然变得很幽默 那个公公为这个神 为这个魔鬼造了 很麻烦吗 他决定只好给他造一个寺庙 对吗 然后一下子那个魔鬼走掉 好像是走掉 过了一会儿 过了几天而反而回来 又打乱 就说 就等于说 你给我造的那个寺庙 远远不辱你住的那个这个大房子 我你以为我那么笨呢 我会搬到那边 就变得就变得很幽默 幽默但是对这个这个气质而说 这个年轻气质而说 这个一点不幽默 对吗 这一点不幽默 他好像是都没有都没有醒过来 对吗 好像得了得了这个病之后 都没有醒过来 等到他死掉 也没说多久 有没有说时间呢 哦 数年呢 凡数年 他分享拜都没用 所以这个这个病 有几年的时间 有几年的历史很很很很严重的 那我们如果想象 这故事原来的这个这个来源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一位那个非常可怜的 年轻的气质 真的有什么非常严重的精神 神经病 对吗 非常严重的一种神经病 严重到他自己就 就几年躺在床上 对吗 几年躺在床上 这个可能吗 也可能吗 没有就是没有今天的 如果今天发那么严重的神经病 就把那个家人赶快就 把他送到医院去嘛 当时没有医院可可可可去 就是躺在家里 躺了几年后来死掉 也说不定这个病有三四年的时间 后来就后来就后来就就那个人就很可怜的就就就死了 然后呢他这个三四年之间 有时候也并不是天天 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也许家里有有有有看病人的就是家里有人在在房间里看病人 但是那个人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在旁边 有时候要出来 有时候出来就听到那个那个里面的有声音 对吗 里面有声音就是就是那个那个病病女的病气子的突然间说说话 对吗 突然间说说话 然后也说不定这个话真是有道 那那个病人说话也很可能嘛 你突然间病人说很聪明的话也很可能 也很可能的 其实到到今天我跟你们说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己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 病得很严重的人 病得很严重的人 我自己也我自己也有有有有有有一点经验 病得很严重的人快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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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快要死掉的人 突然间有时候是因为给给他们吃的药 突然间就很短期就就打开眼睛说说话 而且而且说的很非常那个聪明的话 非常那个想到别人也许想不到的 而且敢说什么都敢说 对吗 什么都敢说 我我我我我自己看过这类的事情 然后一下子很活泼 而且一下子讲很多话 很多话讲出来 然后一下子又闭眼睛就就就就没有声音了 有 我其实连今天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今天的话也许不会在家里的事情 是在医院里面会发生的事情 那当时没有医疗不发达 他们怎么样来来解释 只好说是什么魔对吗 什么魔魔副魔副体 那当然故事当然就说那个那个家人很很紧张很着急嘛 当然想 想这个想那个想 就想 要想到办法 把病人治好 把那个魔鬼那个挪走 所以花了 也许花了不少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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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这个 这个寺庙 然后 发 发现 那个 那个 建了 花了钱 建了一个很漂亮的寺庙之后 果然那个病人没好 对吗 那个病人还没好 所以只好说 只好说那个魔鬼就不满意 对吗 只好说那个魔鬼又回来 就说我去看了一会儿 不满意 就要回来 你们有没有想到我自己想想不出来那个刚才说 起初谈到那个声音 空中的声音 空中的声音是 好像是诗人的 好像是文学 文学那个诗歌 那个评论家 然后谈到什么 什么妾有过 旁边 而且那个全个 全个附近有什么欺骗人家的事情 他也会说出来 这两件事有没有 有没有任何 任何关联呢 我自己看不出来 所以我只是自己想 就是说 不知道这个姚氏铺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前他其实就懂文章 或者是懂诗诗 你说这个女的 对对对对对 有可能他是小时候也是有学过 但是他就是都可能他都之前没有机会 也可能 现在不知道他自己知道的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因为得了这个病而突然说出来 但是后来这个欺骗人的事情怎么解释呢 对我有点像那个同学说想的就是他也许知道那个 因为这个是大家觉嘛 对 就是他们的那个老师没有欺 然后那个欺有一些过错 哦 你的意思是他 他以前知道 现在才敢说出来 他想揭发 可是他一定要就是 人家就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同的 就是用一种别的女儿和女儿 因为还有最后一句他讲到说 那个那个子妇死了 然后那个鬼虽然走了 可是他最后一句写说 一家为之衰剃骨 就是他家里面搞不好就是有人在 在在做一些小动作啊之类这样子 就是可能窃视就是对家里不好啊之类的 就是要欺骗他们之类的 然后他想揭发这个事情出来 可是其实对一个 那这个有道理 我没想到这个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得了病之前 这些事情已经知道 但是不敢说出来 这个有道理 这个有道理 我没想到这个 我以为就是现在才发生的事情 他他他他莫名其妙的就知道 你说的更更有道理 你说的更有道理 他从前知道的很多 那个大家家庭嘛 不是 总是有很多事情啊 那但是他得了这个病 果然说得出来 以前没有说 不敢说出来的事情 这个有道理 这个有道理 其实他这个鬼不是 看起来好像不像是 完全附在这个女子身上 因为这个女子不是就一直躺在床上 而这个鬼是在空中讲话 对啊 对就是 对 就是如果这样 如果假设这个叙事的迹象是 就是照这个来解释的话 好像好像要说这是女子的声音 好像有点 是不是怪怪的 对 但是这个鬼也不会和那个病人 也是在同一个地方 对吗 鬼不随便跑到别的房间去了 对吗 他没有 好像都和那个女人那个 握病的地方一样 对吧 那他病得那么厉害 病得那么久 也说不定他偶然说话 人家在别的房间 听到里面的房间有什么话 说不定他自己的声音也变了 对吗 说不定他自己的声音会变 人家他很久没有说说话 他那个喉咙的 听起来是像 不是像他健康时候的声音 对吗 也可能 也可能 或者大汗 对吗 人家 他人家很难相信那个是那个女的的话 很难相信是不像那个女的的声音 也很可能 这故事最最最最最大的问题是这两件事情 肯定是有关系的 对吗 那个 家族 突然间 和太太 对应 对吗 夫妇对应 然后突然间那个 是丈夫吗 对吧 大叫菩提 如中风状 知晓 才醒过来 对吗 那刚刚那个 这两个女的女逼到外面的菜员去折菜 遇到怪物 那这两件事情 是同时发生 对吗 故事里面也强调 最后 道书二行 征 须得记之记 肚脐监怪时 征 须得记之记 那你那怎么会这两件事怎么会怎么会同时发生 他两件事情之间有什么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观念 他那个那个女逼后来再回来 第二行 衣服 接战物 以起成戏有他过 是什么意思 以起成戏有他过 是什么意思 什么邻居还是和什么秘密的情人 对吗 在外面 因为他衣服回来衣服都脏 对吗 看起来他躺在外面 躺在地上 果然后来发现他真的是在外面躺在地上 因为给那个怪物 给怪物 怪物是对他怎么样呢 也没说清楚 对吗 但是 前一而上 谁为所压 对 混不行 看起来就像那个强奸 对吗 对吗 不是吗 像是 但是他就就混掉 所以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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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清楚 对吗 这个多久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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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他在外面有多久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整个晚上 对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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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间很很久的 很长的 那 很奇怪 怎么怎么解释这两件事情 故事里面就就就就强调 这两件事情是有关的 有关系的 那 我们应该 因为 我们会想什么 当然会想 当然会想到 这个 这这这 不是我 不是 就是因为 不只是因为我自己 那个 常常想到 那个 那 那 她说 很多读者 会想到 很多读者会想到 这个 丈夫和 和这个女婢有发生了什么关系 对吗 那在有女婢的家庭 当然是常常发生的这类的事情 但是怎么解释那个 那个并不是说故事并不是说 那个女的到外面那个菜园去摘菜 而那个丈夫跟着她在外面 也并根本不是这样的说 反而说她丈夫混掉 对吗 混掉 躺在里面 她躺在里面怎么会 怎么会和那个女的遇到事情 在外面的菜园遇到事情怎么会呢 奇怪就在这 对吧 如果是这个从就是从那个佛罗典的那种那种方法来读 很容易就说 如果是那个丈夫常常对这个女婢 有什么情欲 而那个女的也许 注意到了 已经感觉到 已经注意到 先不必说那个女的愿不愿意 这个是另外一种事情 但是她从这个故事里面 看起来也许那个女的不愿意 对吗 不愿意 人家要突然间就像常见的样子 对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一定要勉强的想到一种很有逻辑性的解释 而如果就是想这个故事表现的是什么事情 可以说也许可以说表现的就是那个丈夫对这个女仆有某一种不应该有的有一种不应该有的什么情欲 而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会 对 对 而后来就有一个故事 故事就很安适的提到那个刚好是那个男方面生病 而那个女的 而那个女的就在外面给什么鬼 如果是她在菜园遇到的鬼 如果我们就把它解释为房子里面丈夫想做的事情 对吗 对吗 一直想做的事情 她的那个精神想做的事情 就是她 看起来是 你们知道那个古代中国 就相信我们那个身体里面的魂婆 尤其是魂会离开山 你知道所以才有那个处则才有召魂 对 你睡觉的时候 你生很严重病的时候 夸腰或者或者你夸腰死或者已经死掉的时候 你的魂 你的魂 中国那个文学里不是常常经常有那个 人家睡觉 睡觉人的魂就已经会离开身体 会缘由吗 对吗 会游到很远的地方 然后醒过来就表示那个魂已经毁到身体里面了 如果这个突然间得到什么病的丈夫 如果她的魂当时是魂离开身体 而做了一些她自己醒的时候很久 已经很久想做的事情 对吗 那比较能够理解 对吗 那比较可以理解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 就是说是这个婢女喜欢那个五官 就是说 就是因为 虽然说要把这个小儿 解释成是五官的欲望也可以 但是因为看到的人是这个婢女 对啊 所以我在想说 有可能是这个婢女就是想 就是她 就是喜欢那个那个丈夫 而后来是怎么样 就是 她想象的 她想象的 但是 这个提到这个外面发生的事情的 都 是她 她都那个 她 她都不欢迎的 根本没有说 她能够做什么 那个拒绝 就 就尽力的拒绝 对吗 尽力的拒绝 所以 不像她 看起来 看起来不像 她 女方 那方面 是愿意的 对吗 等到她 什么都不能再做 而混掉 感觉那个 那个 那个东西 那个鬼 那个 爬在身上 而她混 混掉了 对吗 然后 混掉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故事都没有说 说清楚 但是 看起来是她尽力拒绝 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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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是 如果 故事 那个 起初 就 提到 这个 这两 两个人 彼此有什么 彼此有什么 兴趣 彼此有什么 就是 就是 关系 但是 我们就比较 比较容易 理解 但是故事 好像是故意 就是 一点都没有 都没有提到 你说 好 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 他有点像在暗示 还是在暗示 他们两个的奸情 因为我觉得 这些小孩 因为 就是我觉得这些小孩 然后他们两个 躲胎的孩子 然后 因为我觉得好像看过很多故事 他们都把躲胎孩子 埋在后院 埋在菜股 然后 然后我觉得 这个我没想到 这个我没想到 然后他说 他挥刀卓子 而且还越卓越多 他们是不是就是 做了一次以后 对对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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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感谢你 这个提出来 我自己 都没有想到 你说 是有道理的 我 我不敢说 这样 那个肯定对 但是 我 这个很有趣 这个很有趣 然后让我觉得 就是也有点让我这样联想 是 就是他说小孩 然后牵引而上 就怎样抓着她的衣服 然后爬上去 然后就怎样小朋友的工作 我比较 没有打开想成是一个 喔 抢牵 对 对对对 因为想到小孩 在爬到哪 爬到哪 对对 然后最后 他觉得压力很大 他就昏倒 昏倒 然后同时 就是 他也在暗示说 他们两个 就是男女双方 一遇到他们的恶果 让他们两个增后 这样很不好的好下场 然后很有可能也是 很常的剁胎 这个处理 是那个女生 就是 他是一个人去生育 Hawaii 然后 一个人办后院去处理 这个东西 然后男生不一定知道会怎么样 可是最后他受到更严重的后果 就他死掉了 可是我们后来没有看到病 就是有死去或者是生病 这个你这样解释 我觉得是很有趣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我根本没有想到 我根本没想到 他那个会道子 我觉得有一点 你这样读的话 他为什么会道也许是 就代表 代表对这个残酷的 对孩子的事情 你是这样读的 OK OK 还有我 你看看 这些 这些短短的故事可以 可以 里面的 里面的不同的 阅读方法 很多 但是我那边想到 他最后一句写说 去自是感性及死 就是说那个男的就是就死了 然后又写说 林女后世再大多年有 林女也有病 是吗 就是 林女就是 就是弃者 对吗 因为他现在做寡妇 就嫁到另外的 对对 是另外嫁给人 对